不过接着也来看看像Intel 他们现在想要重拾晶圆代工的业务 要对抗台积电和三星 可是有人就说这是蚂蚁遇到大象 像是华尔街分析师就喊说 Intel干脆卖掉算了 认为它跟对手差距很大 不是同一个量级 可是我们来看看半导体 现在也面临供过于求的压力 这是最新的数据 全球前十大半导体企业 第一季的营收状况 包括了三星 德州仪器超围跟台积电 他们都是衰退的情况的 像三星它就是衰退最多 有达到了15% 那么这当中只有博通 是一枝独秀维持成长的局面 Intel积极转型 要重新夺回晶圆代工地位 使出浑身解数对抗台积电和三星 不过有华尔街分析师 并不看好这项策略喊卖Intel 研究报告中点出 不仅在技术上输给对手 以规模来看也不是同个量级 对业绩注意有限 不过全球半导体业面临景气下行 日媒报导预估全球前十大半导体业者 第一季营收 恐怕只有博通维持成长 人工智慧的逐渐的兴起 所以说也让了所谓的企业级的 网络设备的需求 其实是超乎预期的好 所以说这也造成了 就是说全球前十大的半导体厂商 然后只有博通 可能在今年的第一季 出现一个逆势成长 摊开全球前十大半导体 第一季营收表现预测 除了博通将年增8% SK海力士将砍半 Intel下滑四成 辉达高通也衰退两成左右 三星德州仪器超围也衰退超过一成 尽管台积电用先进制程大单 立抗布景气 衰退幅度也有3% 三奈米制程只是一个方心为爱的制程 一直要到今年的下半年 才会进入一个起飞期的状况 然后五奈米制程的话 目前其实还算是满载的情况 但是没有办法调升价格 跟我们的观察台积电的 七奈米制程的产能利用率 可能会低于百分之七十 全球半导体业面临 供过于求的压力 走过景气低谷后 谁先迎来春宴 人得各凭本事 三例新闻要超成立文科综合报道